至今年5月底,新区时有外商投资企业56户,同比增长24%。 7月24日,记者从兰州新区市场见都管理据了解到,截至2018年5月底,兰州新区时有外商投资企业56户,同比增长了24%,注册资本合计843.4亿元,外资企业数量5年实现了三倍的增长。 这一数据,折射出兰州新区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也折射出很多跨国公司看重兰州新区的巨大投资机会,外资企业持续看好投资出现紧喷式增长。 作为兰州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保姆单位,兰州新区市场见都管理据认真观测执行国家外商投资企业政策法规,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准入门槛。 完善与相关部门间的协调机制,进一步简化环节,丘化流程,真正把审批变为服务,为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实际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增长。 来自兰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兰州新区批股建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增长。 截至2018年5月底,兰州新区市有外商投资企业56户,同比增长了24%,注册资本合计843.4亿元。 从企业结构来看,外商投资企业中,企业法人35户,占比62.5%,从企业内心来看,港澳台与境内合资企业34户,占比60.7%,从产业结构上看。 第三产业30户,占比53.6%,从行业结构细发,农林木铃业6户,制造业19户,建筑业1户,批发零售业6户,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户,住宿餐业4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9户,金融业1户,租赁和商务服务业7户,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户, 蓝州新区对外资具备一定的吸引力,17户外商投资企业,在蓝州新区成立的第一年落户,5年实现了三倍的增长,注册资本在经过了三年平稳发展之后,外资企业持续看好新区的未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顶喷式增长,增幅达800多倍,蓝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对蓝州新区报记者说,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优先为此类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对取消合作改为备案管理的项目,协同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长对项目的指导和约束,出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外, 一律对外资开放,蓝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区将进一步加大放管佛改革力度,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由化营商环境,促进了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并做好后续服务工作,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 进一步提升安商、兴商、扶商能力,提发市场主体扩大和利有效投资和提升创新创业火力。 据介绍,除了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蓝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坚持引资、引技、引致相结合的工作理念,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结构不断优化的特点。 联合新区商务部门,建立点对点,人对人的工作交流机制,同步共向外商投资企业进驻信息,以最快的速度、最畅通的渠道、最便捷的方式,被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审批、备案、注册等级服务,确保入住蓝州新区的外资企业能及时了解,并享受新区的扶持政策。 同时,蓝州新区还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绿色通道,公开办事依据,办事程序,办事期限和办事结果,推行材料齐全,马上办,材料不全值倒办,遇到困难包住办,重点项目跟踪办的四办制度。 按照群众和企业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项目纳入蓝州新区丝办改革事项中,确保各项改革举错落到实处,发挥政策迭的效应提供一篮子支持政策。 外商投资企业承转移着资金、衔进技术、管理经验、国际市场渠道,在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为此,蓝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发挥各级优惠政策的迭加效应,从产业链条、金融支撑、市场拓展、标准引导等方面,被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一篮子支持政策,快速培育和发展壮大外商投资企业可测值助产业。 同时,充分发挥蓝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平台作用,提升保税区运营能力,利用新区得天独厚的航空口岸优势,大力把转通道和枢纽结合的物流整合产业,在国际多市连运服务、国际物流服务、通关服务、跨国运输服务品牌、跨国运输信息与结算系统、大宗物质和原材料转运服务, 即为人傲运输枢纽的区域分拨、旅配送服务、仓储、服务、物流增值服务等方面深化中外合资合作能力,形成具有兰州新区特点的外商投资产业链系统,促进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战略纵深。 蓝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蓝州新区将通过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 加大力度以进去有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外商投资企业参与转型升级, 按照一带一路建设要求,以及蓝州新区经济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进行产业的针对性和系统性选择, 更好的利用外资企业专业化、高技术化、形成基础产业、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产业联动发展, 整体发展的全新格局,将蓝州新区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国际物流大通道、产能合作大市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